各位将官 首先请高部长 李委员长 请问部长 我们这个智库 是不是现在开始要营运呢 还是怎么样 报告委员我们现在的智库 已经还没有正式 经过这个成立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筹备处 我想智库的工作不能够中断 越早启动 对我们各项工作的做法 应该有更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现在从3月1号开始 先成立一个筹备处 我们成立一个临时编组 等于说我们是一个暖身的工作 已经开始做了 这样一方面在执行这个工作 一方面做一些筹备的工作 我们现在是这样一个做法 好 非常恭喜 将来能够成立一个对国家 国防安全事务的独立研究机构 这个是受到各方的大家的这个起始跟肯定 那么我想这个请问一下国防智库它主要的任务跟编组是什么 这个我请整平市主任向你做详细的报告 现在请 报告委员 我是整平市主任 是 智库最主要有两个功能 一个就是把我们的研究能量提升 也就是说现在只要跟我们国防事务有关的相关的议题 我们都纳入 包含这个旧灾 包含这个 这个极端气候等等 这都把它纳进去做研究 希望能量提升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交流 跟相关的区域有关的这些国家 或者是跟我们有一些互动的国家 做一些交流 那么透过论坛 透过研讨会等等方式 能达到这个这样的交流的目的 原来目的有这两个 那它的编组是什么 目前我们现在是朝向行政法人的方向规划 但是那个目前就是有关行政法人的母法 现在目前还没有通过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用这个按照行政院的指示 我们是用行政法人的方式规划 但是现在是3月1号开始用筹备处的方式 结合我们整平市跟国防大学的能量 来做一个这个工作的推展 那如果里面的这个任务 里面的这个组织呢 有国防战略组 有解放军的研究组 有国际安全组 另外还有一个交流 那这里面的解放军组 不晓得您能不能稍微说明一下 到底中共的武装力量是主要的武装力量是什么 我们认为目前的这个解放军的整个的这个发展 对我们的威胁仍然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国防事务里面 解放军的研究对国防事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部分 那么我们现在就国防部的能量来讲 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做一些研究跟发挥 对那中共的武装力量就是包含了人民解放军嘛 也包含了武警跟民兵嘛是不是 但是它的这个 他们中共最近他们的任务变数里面 它主要的功能是不是在打击三毒啊 它打击三毒的部队是什么部队 它打击这个台独啊 疆独啊 还有藏独啊 那它是主要是以哪一个部队来做这个 跟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这个智库三一一号才开始成立 相关的议题还正在淹尼相关的这个研究 所以你讲的部分我们 好那希望你能够早一点对这个 当然 做这方面的研究 否则人家会把我们这个国防智库啊 看这不是智库 谢谢委员 就麻烦了 好那现在就是说 国防智库这个需要有一些标准了 来证明它的公信力 那我不晓得你们目前这个成立的 大概你说将来是不是会以基金会的方式来营运 不是 财丹法人 财丹法人 好那这样的话 对不起 行政法人 行政法人 OK那请问的话 那将来有没有衡量智库公信力的标准 就是说外界要对你们衡量你的公信力的话怎么样衡量 所以我们没有一下子就能够到这个全能量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以现有的能量逐步的扩展 包含我们出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刊物等等 然后希望结合国内 那国内跟我们现在目前合作的这些专家学者有超过一百位 就是我们经常随时有联系参加我们的研讨会论坛等等 这些都是纳入我们的研究能量 我想大概参考国内的相关的智库的运作的模式来运作 好那再下来我们谈一下这个国航通事跟这个军训课程 那么以往呢我们有接到一些反应 他说对国航通事跟这个义起低免的相关规定 不是很了解 那么以往呢军训课程能够被能够折抵义起 那现在呢国航通事的部分大家比较陌生 那不晓得您在国航通事方面能不能稍微做个说明 是我请这个任立思强您做个报告 好 张市长请 报告委员 那个有关于这个以前这义务一在当这个一年兵的时候 他的以前的所在高中跟大学所上的这个课程 我们叫做军训课程 可是在97年的时候教育部把这个军训课程的名称把它改为国防通事教育 那为了要保障这些曾经受过国防通事教育这些的课程的这些的年轻的学子 在现在这个兵役制度的状况之下仍然能够比照以往的军训的这个课程 来同样折抵兵役 所以我们这一句有做一个修法的动作配合教育部那边 我们同意就是现在所上的国防通事的课程 他仍然能够比照以往的军训的课程来折抵现在的疫情 好 那这样的话就很清楚了 因为有些人他还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在这地方救教 那么再下来我们再问一下这个 这个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在27号在国会里面表示 中共针对台海部署地对空导弹 慢慢的再增加 那么部署先进的这个舰载防卫系统 超音速反舰艇巡航导弹 及潜射弹道导弹 并计划在2012年拥有航空母舰 那么请问一下部长 你们这方面的情知了 有没有掌握到 然后将来有什么因应的作为 这些关于这个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所发表的这些言论 他的看法跟做法 我们都有完全都有掌握 我们跟相关的单位有讨论过 所以他们现在认为中共的这个导弹的发展 除了他的这个射程可以到达这个台海周边 甚至于他现在判断已经到达太平洋地区 所以这个景区呢 我们会特别的关注 目前我们国家拥有的航空母舰有几哨 台湾我们台湾有没有 我们现在没有航空母舰 没有航空母舰 那将来计划也是要买还是说 台湾目前没有考虑 没有考虑 所以说如果到2012年中共有的话 我们没有的话 那是不是相差会很大 这个国情不一样 现在是不是2012年 或者有的是说法2020年 到底是什么程度 这个部分我们会 这个 我们会这个对他做一个了解 好 那再下来我们再谈一下这个 这是南韓跟北韓发生的事情 那虽然目前已经事件发生过了好几天了 他们在处理善后了 但是呢 我们有没有内部做研究说 这个如果真的这个事情 发生真的是牵涉到北韓跟南韓之间的纠纷的话 那么将来这个继续再延续下去的话 会发生什么后果 那对台湾有什么影响 那我们有没有做什么因应的措施 我想我要做报告 我们关于南北韓的问题 一直都有做延续 我们这个国防部这个情报市场室 这个情研中心 对任何地区发生这个冲突之后 一定要考虑到对海峡两岸军事上的这个影响 我们每一个方案都有做深入的研究 是 因为这个好像不止中共还有 我想美国他们也非常关心嘛 是 那这个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个冲突 继续再延续下去了 很可能会导致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然后我们台湾是刚好在这个重要的地位了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做好这个应应措施的话 任何一个假定的状况 我们都会做一些拟案 这个是我们情报单位啊 跟这个作战单位 都会这个延续再做这样的分析 好 谢谢 那我想我们应该做完全准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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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